少族人口少 小朋友在家说少语的机会更少 少族足语传承落在学校 成为少语传承重要基地 因为我们这边的小朋友 他们在家里也比较不常讲足语 因为家长也不太会讲 对 因为我们这边讲台语比较多 我们母语应该是在学校 然后在家庭 要同时配合进行 但是因为比较年轻的爸爸妈妈 也都不会说 所以相对来就是 相对起来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教母语的这个工作 景临一大少部落的德化国小 扮演重要的角色 民族教育累积不少经验 南投县政府教育局跟教育部 带着250多位中小学教育人员 前来参访 官罗德化国小民族教育推动现况 我们非常希望说 能够了解说 我们原住民的学校在传承 文化方面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特别选定了 我们德化国小来做这个参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 德化国小这几年 在少族的人文发展部分 我们以少族的语言文化记忆 做一些传承 那我们请社区的长老 到学校定期来开班授课 每周二的本土语 还有幼儿园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的 沉浸式母语 透过这些正式课程 让孩子可以学习少族的语言 还有一些文化 做一些记忆的传承 学校快成为少族孩童 学习族语唯一场所 教育部国前署带团参访 希望可以提供各校推动原住民族教育的方向 记者No 南投于时采访报导